大砲型能夠一棒把球轟出去全壘打型的選手 如果要把每個人的特色要擬定出來 腳塊有腳塊的用途 大砲有大砲的用途 但是你角色分得清楚的話 這個球隊呢 應該會產生更好的一個得分的效果 那你有你腳塊的話 當然要加上倒壘 不然你腳塊的話 沒有倒壘的話 你腳塊再怎麼樣 你也只在一壘的話 那這種效果不大 打擊輪到第二棒的鄭達弘 這球打成了一壘方向的界外 要再借好球一個變良好一壞 那剛剛提到的是打者野手的部分 那至於在投手 我想今年球季林奇偉 新人球季目前已經有8勝 非常有機會在球季結束中拿到10勝 那明年的他應該是更令人期待 那另外還有像蔡明鏡 這兩位選手呢 都是明年牛迷應該非常可以期待的兩位投手 都有機會了 蔡明鏡也有機會拉出來做先發了 那以這兩位新秀呢 在這個rookie year 就是新秀的一個成績來看 真的已經是不簡單了 林奇偉和蔡明鏡 今年球季的表現真的是相當突出 對 而且杜盈傑也有所突破 那對明年的投手戰力其實是值得期待的 只要洋將的部分 尤其是投手的部分 能夠找到好的素質的話 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又是安打 穿越行程力加安打 敲出安打的是第二棒的鄭達宏 今天其實海克曼的壓制牛隊的前四棒 壓制得相當好 主要是短程安打 我們看這個球的位置 其實也沒有石頭 只能夠說是 鄭達宏是打得很精采 有把這個球呢 跟到他的一個擊球點的一個位置 是